炙热的酒精 强劲的音乐点燃了他们的激情 恍惚之中竟然还有美女投怀送帽 是艳妇不浅还是非来恨货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成为受害者 警方将如何揭开层层迷雾 寻住幕后的黑手 南越警示 舞池倩影 即将播出 直击现场震慑犯罪 弘扬正气服务社会 欢迎收看本期的南越警示节目 我是竹宇 城市里的酒吧和舞厅 这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 有的人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宣泄压力 有的人则是为了寻求刺激 还有的就是为了交友联谊 尽管各自的目的不同 但都是为了开心和放松 但是佛山的几位年轻人 却没想到自己去酒吧的时候 却遇到了烦心事 小黄今年刚刚二十岁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 下班后他也喜欢泡酒吧进低厅 今年三月初的一天夜晚 小黄又和朋友们来到佛山一家酒吧去寻乐 热物之后不到五分钟 小黄回到座位上 却发现自己装在左右裤子口袋里的两台手机都不见了 实际上那里是两台手机来的 回座位打算拿手机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就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没有了 两台手机同时消失 肯定不是无意间跌落的 被人偷走的可能性极大 小黄心疼的不是钱 而是手机里的客户资料和交易凭证 为了找回手机里的资料 小黄报了案 佛山警方说 从2015年2月开始 像小黄这样在酒吧五池丢手机的报警 他们已经受理了十多起 反映被盗的手机都是有个共同点 一个都是那个比较高档的苹果iPhone 和小黄一样 大学生小林也是在酒吧被人偷了手机 就过去那里喝酒嘛 喝到12点多 我就上去了舞台 舞台跳舞 小林说 自己当时也喝多了 强劲的舞曲长起忍不住跟着跳 当时舞池里人很多 还有女青年主动凑上来跟她结伴 小林很开心 舞曲还没结束 小林身边的几个姑娘不知道为什么先走了 等小林回过时才发现 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不见了 就摸一下口袋就发声 手机就不见了 小林猜测应该是跳舞时 手机被爬窃了 而那几个女伴的嫌疑很大 同样来报案的小梁 也是这样的经历 在舞池里也遇到了几个漂亮的女孩子 还没有看见女孩子们的长相 她们就消失了 小梁怅然若失 发现没有的不仅仅是美女 还有裤子口袋里的手机 和她们一样 小黄跳舞的时候 身边也有陌生女孩 印象中是只有一个样子 在酒吧里都是黑黑的 几个报案人都描述了相同的情形 喝酒后去舞池跳舞的人 一般都不会那么警觉 注意力也不太集中 十几个报案人 丢手机的酒吧各不相同 但是被窃地经过大同小异 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在那里喝酒 在舞池跳舞 也有跟女孩子 陌生的女孩子有接触过 受害人因为喝多了 都回忆不起女青年们的相貌 警方初步分析 可能有一伙窃贼 利用舞池空间狭小 舞者万夫所以 趁机爬窃手机 舞池的灯光昏暗 人员嘈杂 要找到爬借瞬间的画面 难上加难 从哪里下手来侦破呢 受理案件的警方回忆 这种爬借手段似曾相识 早在三年前 佛山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以卢某为首的舞厅爬借团伙 他们男女搭配 专头跳舞的男性 事后 卢某等人被判处 一到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三年过去了 那这些人应该先后出狱了 一边是前科人员重回社会 一边是佛山地区 舞厅案卷土重来 他们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呢 尤其是那个团伙的头目 卢某有没有回佛山呢 警方在公安系统 前科人员数据库 进行了查询 卢某1995年出生 广东赵庆人 2013年 因为伙同女子在舞厅爬借被判刑 一年前已经出狱 相关信息显示 他现在就租住在 佛山市禅城区 在我们的禅城区张查 张查是佛山市的一个城中村 一搜索 在张查的赞助人口中 除卢某外 有盗窃前科的还有20多人 这些人和近期舞厅爬借案件 有没有关联呢 警方派出警力 到张查一带 进行了明查案访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卢某的出租屋 发现他出狱后没有正当职业 和他同住的有六个人 其中三个是女青年 还有三个是男青年 他们咒服夜出 生活异于常人 他们是有男有女 以男的为主 然后我们发现他平时 就是白天上午就没有怎么出来 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会出来活动 就白天不用怎么上班的 然后发现他们有时候聚在一起 然后就吃吃喝喝 然后晚上11点钟左右 10点钟左右 他们又会聚在一起 然后就上一台车 特别是那些女的打扮的 非常的漂亮 这天晚上警方进行了暗中蹲守 晚上11点 卢某等人从出租屋里 鱼贯而出 上了一辆七座商务车 警方跟着这辆商务车到酒吧街 发现充当司机的卢某没有下车 其他六个人先后进了酒吧 这些人在里面待了不过五六分钟就出来了 接着又赶赴下一个酒吧 一个晚上频繁更换酒吧 他们显然不是来玩的 为了搞清卢某一伙人在酒吧里的勾当 警方也派人跟着他们一起进入酒吧进行侦查 第一个男的先进去了 然后那女的你看 从正门 女的也来了 一起进来 当晚的1点36分左右 进入这个现场 你看 1点36分 50多秒的时候 第一个进入画面的 是这个白色衣服的高个的 男士 后面跟着一个 穿这个外套的长发的 女爱的 还有这个 马尾的都是他们的 中国马尾的这个女的 后面还跟着一个这个体型烧胖的长发的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死路人 通过当晚的监控录像 警方帮我们复原了现场 这是凌晨10分酒吧里的现场 顾客大部分已经喝得头晕眼花了 舞池里有不少人在起舞 监控画面上看到 已经进到舞池的长发女子 在左顾右盼 长发的这个女子 这个时候 他就在舞池中间 寻找 这位目标 那其他嫌疑人 就分布在他的周围 看着他 找到目标之后 做出指令 那么他们就会 围上去 你看这个时候 这名男子 那你看这个时候 他已经跟这个 黑色底层的这位女子 已经 有所接触了 这时 梳着马尾的女青年 也过来和长发女子一起 围着一个男青年在跳舞 然后两个人都对这个男子 进行搭讪 然后跟他一起跳舞啊 构建搭配 男青年搭着两个美女 越跳越疯狂 此时 男子身后有一对 搂着跳舞的男女 他们也是和卢某同车来的 另外两个就半轻女 在她身上 在后面 对在后面 那女的就在她身上 蹭蹭蹭蹭 她以为那女的摸她 那男的 抛袋口袋 她也不知道 她以为那女的摸她 她已经得手了 监控画面显示 此时是凌晨1点39分 进场不过三分钟 这一伙人就得手了 虽然监控画面上 看不到爬窃瞬间 但是现场的民警 已经锁定了目标 得手后 几个人迅速逃离了舞池 这时 受害人还浑然不知 车子已经走了是吧 对 这走 这后门 这两个女的跟着她 对 同伙的其他男子 在门外接影 六个人上了卢某的车 随即奔赴下一个酒吧 一晚上这伙人 辗转六家酒吧 警方估计 至少得手六台手机 至此 警方已经勾勒出这些 武厅黑手的作案过程 一辆车就是一个团伙 有男有女搭配 你的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 做打掩父 分散那个 那个目标的一个注意力 经过我们的视频的排查 还有排查之后呢 还有被害人的反应 我们就发现 就好几个团伙 活跃在我们国上 经过半个月时间 警方在张查一带 盘查摸牌的结果是 像卢姆这样 以前科人员为核心 男女搭配 以老代新的爬切团伙 居然有11个 我们发现都有60多个 这般的年龄都不是很大的 一般都是20多岁到30岁 经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发现 他们以佛山为根据地 作案的范围 辐射到珠三角的各个城市 除了佛山市呢 他还去到一些比较繁华的地方 广州啊 深圳啊 发现他们基本上 每天晚上都出去 作案 但是呢 10个人都没有一个报案 因为他大部分群众都会觉得 自己的手机掉了 大意了 这个团伙 作案频繁 气焰嚣张 足迹遍布珠江三角洲的繁华都市 但是 如此庞大的团伙作案时 却从未撞到面 警方怀疑 他们背后有人在操纵一切 我有分约有空的话 团伙ABC的话 他是这台车去深圳 然后 另外一台车就不会去深圳 另外一台车就去广州 C团伙就可能留在佛山 第一团伙就去赵庆 他们作案都基本上这样 要轮着来 幕后老板现身 竟然也是熟人 开店铺的时候 也是涉嫌去 收招 花样年华 他们为什么误入其组 只要跟得到后面 就是 一个月一两万有吧 舞池倩盈 广告过后 更精彩 11个团伙作案频繁 而且分工明确 警方怀疑 这个庞大的爬蟹集团 有幕后黑手 那么 他是谁呢 为了放长线 钓大鱼 警方按兵不动 继续跟踪调查 2016年3月11日 一个侦察小组发现 以女青年阿妹为首的六人爬蟹团伙 购买了去上海的飞机票 难道在上海有更大的买卖吗 还是要见什么关键人物呢 警方马上也跟着到了上海 还是去酒吧 然后这酒吧 还是像我们分析一样的 还是其实就是去盗窃 那个手机 盗窃手机 这伙人到上海 依然是到娱乐场所盗窃手机 期间还到杭州去了几天 然后17号以后就去杭州 杭州大概22号左右又回来上海 也就是说她去了一个城市以后 不会在那里长时间 这次上海之行 警方最大的收获就是 发现阿妹往佛山 一个叫老王的手里 发过六次快递 就是快递的手机 偷来的手机 三到五天她就会去快递一批 老王是谁 她和爬蟹团伙有什么关联呢 佛山警方很快就查出了老王的底细 老王武师出头 开过二手手机店 有过嚣张的前客 就这样 阿妹这个爬蟹小组 在上海杭州等地待了11天 总共往佛山老王手里 坏递了33部手机 警方随后发现 正是这个老王 为此次上海之行 提供了2万多元交通和时速费用 打着飞堤去盗窃 赃物最后由这个老王转手变现 老王在爬蟹集团里的领导功能 毋庸置疑 经过四个月的侦查 警方已经摸清了这个团伙的全部架构 2016年3月31日 在广东省打击盗窃飓四号行动统一部署下 佛山警方决定收网 当晚10点 佛山警方派出500名警力 兵分11组 分头实时抓捕 其中对卢某进行抓捕的车辆 在赵庆境内出现了状况 突发的状况让警方担心 是不是走漏了风声 如果是那样 声势浩大的收网计划 可能全部落空 让警方松了一口气的是 这伙人只是停下来换了轮胎 又继续前行了 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警方跟踪嫌疑人 来到赵庆一条酒吧街 十分钟后 几个人匆匆忙忙返回车里 侦察员叛乱 他们已经得手 果断地呼了上去 从卢某这辆车上 警方搜到了六部被盗手机 另外十路在广州 深圳中山等地的警方 也分别传来好消息 六十多号盗窃嫌疑人 悉数落网 此次行动 共计缴获高档手机 九十多部 集团的头目老王 当晚也在出租屋里 落网了 老王说这些手机 他以一千到两千元的价格收购 每台再加价几百元 卖给深圳的上架 除了销赃 作案经费 也是他提前预支的 这就是警方一早盯上的 前科人员卢某 出狱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 很快和老伙计一起重操就业 这个六十多人的爬窃集团 除了总头目老王年纪较大 普遍在二十岁上下 其中四分之一的团伙成员 是未成年或者刚刚成年 集团里的六十多个年轻人 都来自广东赵庆 彼此沾亲戴故 比如上海族的阿妹 和前科人员卢某就是同乡 阿妹今年才十九岁 初中没毕业 就当少女妈妈辍学了 初到佛山市做服装销售 觉得干活累挣钱少 她的好意勿劳 被同乡卢某一眼看中 拖她下了水 随后 她又把涉事未深的初中同学阿娇 带进了圈子 阿娇还不到十八岁 初中毕业后 原本在酒吧推销酒水 跟着阿妹结识了老乡后 阿娇觉得 自己只是跳舞 也不动手爬遣 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 年轻人可能有一种好意勿论 或者说黑钱来得快 我只是上去跳跳舞 认识不到她自己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行李 而作案时不到十八岁的小光 原来在电子厂打工 为什么误入歧途呢 因为初中没毕业 小光没有劳动技能 打工也不合格 出苦力 钱赚得少 就跟着卢某这些同乡 挣起了快钱 这些团伙爬遣 虽然涉事不深 年龄不大 但是成功率极高 到底什么样的人 容易成为他们下手的目标呢 酒吧里爬手们盯上那些 用高档手机的单身男性 他们借跳舞做掩护 趁乱下手 偶尔他们也有失手的时候 还没有成年就进了看守所 阿娇感到非常后悔 六十多人的团伙 把罪恶的黑手 伸向酒吧和舞厅 甚至组团爬窃 坐飞机去外地作案 主犯王某卢某 和这些当成幼儿的女青年 尽管狡猾 最终他们还是被佛山警方 一举擒货 真可谓是大快人心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 在酒吧要到舞池里跳舞的话 你可以把手机和贵重的财物 交给朋友 或者是酒吧的柜台保管 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那另外到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消费 自身的截身自好 当然更加重要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南越警示节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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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